喂 大家好啊 大家好啊 我们这次影片呢 我们来说讲这个我们怎么用MateLab呢 写一个有限元素法来解这个边界质问题 OK 因为有限元素法可能以后 不管可能以后某一些领域呢 你们可能会用到有限元素法啦 OK 那乘这个MateLab这本课程呢 为大家讲解一些比较简单的有限元素法 OK 有限元素法其实在数值计算里面是常常用到的 OK 那我们就以你们这个工程数学学过的 二阶线性ODE的边界质问题呢 当做一个示范 OK 那这边界质问题是一维的边界质问题 OK 因为我们不想要程式写得太长啊 OK 这是一个一维的边界质问题 OK 那一维的边界质问题呢 最常见就是这种热传问题啦 OK 那这是某一本教科书上面提的一个热传的例子 OK 那它其实就是要计算说呢 如果我一根杆子 圆柱形的杆子 OK 然后圆柱形的杆子呢 两端的温度已知 OK 然后呢 它 然后我们考虑它的热传导还有对流的话呢 OK 那我们最后要求出 那这根圆柱的杆子呢 它的温度分布是如何 OK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边界质问题 热传的边界质问题 两端温度固定 然后要你求出这个 这根杆子上面它的温度分布如何 那这个问题 它考虑的还考 除了热传导之外 它还多考虑个热 不是 都考虑一个对流啦 convection OK 它考虑一个热对流啦 OK 那这个东西其实源头的话要做一个叫做energy balance 就是某一个元素 所以一个对一个这根杆子的某一个小元素做energy balance OK 那这个问题 那这个动作 我们在这门课先不多做说明了 因为我们这门课并不是热传课程 OK 各位以后如果这个 比较专门介绍热传的课程 才就会介绍这种东西啦 OK 做最一个元素做energy balance OK 那我们这边不管 好 那这个我们一个裸杆两端温度固定呢 然后考虑传导还有这个对流的话 最后它会得到一个微分方程式 OK 最后得到这个微分方程式长这样子 OK 就是T温度的二阶微分加上H'乘上T无穷大减掉T 这个T是我们要求的那个温度分布的值 OK 那这T无穷大呢 是指外界的温度 OK 就是它这个因为热对流呢 跟外界的温度T无穷大是有关的 OK 所以这个T无穷大就是指外界环境的温度啦 OK 那H'呢 是一些把一些系数吸收在一起的的一个数字 叫做H' OK 那这过程我们就先不多说啦 OK OK 这不是热传课程 OK 那你只要知道说 这个最后的微分方程式是长这样子 OK 那这微分方程式呢 二阶线性OD最后都要搭配一个起始条件或是边界条件 那这边呢 给你一个边界条件 这边界条件就是说呢 这根螺杆在0的那个位置温度是300K 那在10的那个位置是400K 那就是头尾啦 OK 0呢 就是在最左边 OK 那10呢 就是在这个最右边这边 所以这边是300 这边是400 OK 然后你要求这温度分布 然后方能是长这样子 OK 那当然啦 这个当然你说这个可以用手算 因为这个二阶线性OD可以用手解 OK 但是那是因为这个方程式比较简单 你当然可以用手解 OK 那如果当方程式稍微复杂一点的话 OK 你真的还可以用手解吗 OK 方程稍微复杂就很难就用手解了 OK 好 那 OK 我们这门课 这一张影片就是要说 那如果用数值方法的话呢 要怎么解这个二阶线性OD的边界值问题的二阶线性OD 那我们用了一个叫做有限元素法 那有限元素法呢 其实非常的单纯 其实想想法很很单纯啊 他就其实就是把这个这个系统的切 在这个这个从TA到TB之间他切好几个点 他切了好几个点 然后呢 因为这个我们要求 因为这些点呢都是 这些点就是这个圆柱体的温度分布 那这个圆柱上的每一个点呢 都满足这个维分方程式 OK 这个圆柱上面的每一个点呢 都满足这个维分方程式 这就是有限元素法的原理 他就去他去离散化这个系统 OK 好那离散化的话 那就要用 那要离散化 还有一个东西要离散化 就是这个维分 我们也要把它离散化 那维分离散化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数值的维分 OK那这边是二阶维分 所以最后呢 你要把这个维分离散化 OK 我把这个维分呢 变成数值的二阶维分 那数值二阶维分 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OK 好那这维分方程式呢 你把这个 离散化之后呢 这维分离散化之后呢 最后这个方程式会长这样子 OK 这离散化之后的方程会长这样子 OK 这边都变成TI跟TI-1 T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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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要注意到 OK 好那最后呢 这个离散化之后的方程式呢 我们要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那整理的过程呢 我在讲一 Moodle网站上面 有放了一个整理的过程 我们最后呢 这个是指 有点难写的程式 因为我们最后关心的是TI 我们最后关心的是TI OK 那TI等于什么呢 我这边这边播放一下 我们的TI就是长这样子 最后呢 我们的TI呢 是长这样子 最后这个就是我们要求的 每一个点的每一个点的温度 每一个点的温度是多少 是长这样 TI等于 再放大一点 最后我们所关心就是 每一个点的温度跟谁有关系呢 OK TI等于TI-1 加上TI加1 加上H'乘上T无穷大 然后乘上Δx的平方 然后呢 除以2 加上H'乘上Δx的平方 OK 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式子没有什么特别 这个式子就是从 这个这个式子呢 就是从左边这个式子呢 整理过来 我只是把所有的TI呢 集中在一起而已 OK 是吗 是把TI集中在一起吗 嗯 是的 是把TI集中在一起而已 OK 因为这个程式 以我来 对我来说啦 这个可能 编写程式来讲 这个比较方便 OK 好的 那下面呢 还有一个I等于1的状况 I等于1的状况 这一个可能要配合图形说明 OK 这个呢 我们最后这个写程式的这个想法是这样子的 我们这个用有线元素法解这个二阶线系OD 它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首先呢 我们有 首先我们有这个 我写在右上方好了 首先我们有TA 就是T0 然后到T10 OK OK 那这边我有10个点好了 一个点 2 3 然后到9 然后到10 OK OK 好的 那这个每一个点 跟每一个点 这间这个叫做 Delta X OK 就Delta Delta X 这就是Delta X OK 然后还有什么呢 好的 那 那为什么我这边要多写这个I等于1呢 我们解说一下 OK 这个 这个最后这个程式的意思 其实就是啊 我每一个点呢 我每一个点都满足这个方程式 比如说呢 OK 比如说取某一个 比如说取T3好了 这意思就是说呢 T3 就是位置3号这个点 位置3这个点 T3会等于 T2 加上T4 加上H' 乘上T无穷大 乘Delta X的平方 OK 然后呢 除以2加上H' 乘上Delta X的平方 OK 这是T3 然后T4呢 你也是可以一样 T4会等于 我用T2做例子好了 OK 然后T2呢 第二个点的位置 第二个点的位置的温度呢 会等于 2加上H' 乘上Delta X的平方 然后T2呢 会等于T1 加上T1 加上T3 加上H' 乘上T无穷大 乘上Delta X的平方 那各位可以看到 你每一个位置的点 你每一个位置都跟 那各位从这个离善化的这个方式 尾分方程是Ti的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看到Ti跟Ti和Ti-1 Ti-1和Ti-1有关 OK就是你这个杆子上面的每一个点的温度 其实都跟你前一个点的位置的温度 跟你后一个点的位置温度有关 OK你每一个点的位置的温度 都跟前一点的位置温度 跟后一点的位置温度有关 OK好那Ti-3 Ti-2呢 这都没有问题了 那问题会出在这个Ti-1 OK那这Ti-1呢 我们写一下Ti-1会变成什么 OK我们写一下这个Ti-1 Ti-1会等于2加上H'乘DX的平方 然后会变成T0加上T2加上H'乘DX 穷大然后乘上DX的平方 OK那Ti-1呢会变成T0加上T2啦 OK那这个T0呢 这个T0这个点呢 就是Boundary的值啦 OK这个就是左边 左边端点的值 左边端点 左边端点吗 端什么 左边端点的值 左边端点的值 左边端点的值就是T0 OK那事实上可能 这支影片可能暂时还讲不到 那事实上我们在做这个 我在写这个程式的时候呢 我是先取1 从1开始到10 我是先做这10个点 我是先做这10个点 1到10 OK1到10 不是我是做 我是做2到9 我事实上是做2到9 OK我事实上是要做2到9 T2到T9 我正在写程式的时候呢 我事实上是要做 从T2到T9 用什么颜色好呢 我其实是要从T2做到T9 OK T2做到T9 OK那T1呢 要特别处理 要特别处理 特别处理 特别处理 因为要处理这个 因为要处理这个 左边这个端点 这个边界值的问题 OK那为什么 我只做到T9呢 OK因为T9 我们把它写开 我们把它写开来一下 OK那我们的T9呢 会等于 是2加上H'乘Dx的平方 那变成T8 T8加上T10 加上T10 加上H'乘Dx的平方 然后Dx的平方 OK 比如说我T9呢 其实就是因为我刚刚有特别强调过 你每一个点呢 就跟你前面一个点 跟后面那个点的位置有关 其实我做到T9的话呢 其实就已经到了这个T10 这个端点 就已经到T10这个端点了 OK 所以呢 我到做T9的话 就不要再做下去了 OK因为再做下去 比如说你做到T10的话 T10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很尴尬的场面了 比如说呢 你如果是做 你如果做 你做T10的话呢 那你就要算这个T9跟T11 对不对 你每一个点都跟前一个点 跟后一个点有关 你如果算到T10的话呢 你就必须 T9当然是没问题啦 有东西啦 但是T11 没有T11啊 OK 因为T10本身就是最后一个点了 就是我们的端点 T10就是最后一个端点了 那你再往下面 那下面没有啊 那不是我们要做的范围啊 所以在这个 我们在这个目前这一个一尾的有限元素那边 比如说我从T0到T10之间呢 我从我会从T1做到T9 抱歉 抱歉 我会从T2做到T9 我们会从T2呢 做到T9 OK 那T1呢 要特别处理 OK 因为要处理这个左边这个边界值的问题 OK 处理这左边这边界值的问题 OK 那右边呢 就做到T9就可以了 OK 不用做到T10 T10后面没有 因为你要T11后面没东西 OK 所以呢 等一下在示范程式的时候呢 我会在试特别强调 那我们就是从T2做到T9而已 OK 那T1呢 要特别处理 那这其实在写程式 其实没有那么困难 OK 你就就是 这就是一个逻辑判断 OK 如果你是T1这个点的话呢 那你可能要做一下特殊处理 那如果其他点呢 就是依照这个公式就可以了 OK OK 那你如果是第一个点的话呢 那你这个你要特别 你要特别用这个程式 抱歉 你要特别用这个公式 那如果其他点的话 用这个公式 T1那个点要特别用这个公式 因为要带那个端点值的边界条件进去 OK 这其实这是一个逻辑控制的 就是用if OK 好的 这个就是关于呢 这个有线元素法的一个解说啦 OK 简单说呢 就是一个二阶线性ode呢 你可以把那个二阶微分 或是一阶微分呢 变成那个数值的微分 那数值微分之后呢 你就把这个方程式给离散化了 离散化之后 你可以得到每一个点的关系式 那通常每个点的关系式都是跟前跟后有关的 都是跟前二阶的话 二阶的话 不管是一阶还是二阶 都跟前后的值是有关系的 OK 那这个有线元素法呢 就是你得到离散化的公式之后呢 你每一个点都做同样的一个计算 OK 那是做同样的计算 而且是每个点都做同样的计算 OK T1算个 T1做这个计算 T2做这个计算 T3做这个计算 T4做这个计算 T9都是做这个计算 OK 那这个计算的detail呢 可能我们下一节 我们下一段影片再讲啦 OK 因为这一段影片呢 这样目前录到这边是有点长啊 OK 不想把影片录得太长啊 OK 那我们下一段影片呢 我们再正式进入 怎么用MateLab呢 写这个 写这个有线元素法 解这个一阶的 帮那个边界值问题啊 OK 好 这次影片就到这边了 剩下的我们之后再聊啦 拜拜 拜拜 我忘了忘了要宽跳 再见 拜拜 ول咱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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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